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的天后奈英和张慧妹的片酬 也没有达到过这么高 而谢霆锋作为本季新加盟的导师 片酬 叶利亚之前导师的片酬 看来还是看人气的嘛 据说这次谢霆锋的加盟费用 直追周杰伦的加盟费用 高达2000万门宇成庆导师 作为最老的一批导师 从第一季好生意的时候 宇成庆就一直在 但是此次的片酬 却比李健老师的片酬 还要低网上曝光出来的片酬 仅有500万 真的是惊呆众网友了 而李健和谢霆锋一样 作为此次新加盟的导师 清华毕业的高材生 但是这次的片酬费用 却低得可怜 仅仅只有800万 虽然比宇成庆的干了不少 但是比起谢霆锋的添加片酬 烧得不只是一点半点 很多网友都觉得很不公平 乐音乐资历和血历 李健虽然比不上宇成庆和周杰伦专业 但是比起谢霆锋好多了 所以都在抱不平 不过看了宇成庆的片酬 李健老师估计会心里舒服很多 还有比自己的更少的 感谢霆锋